97式中战车,这个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累累罪行的坦克,它是日本陆军的主力中型坦克,却也是二战中最不堪一击的坦克之一。 它曾经在日本侵略的各个战场上留下了无数的残骸,成为了盟军的靶子。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97式中战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型号,它还有两个分支,分别是97式改和一式中战车。 这两个分支虽然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却奠定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坦克设计思路,几乎所有的日本坦克都是基于97式的平台进行改造和升级的。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聊97式中战车,为何会远远落后同时期的西方坦克,以及它的魔改型号一式中战车。 日本最早的中型坦克是89式中型战车,这款坦克在1929年就定型了,但它的性能实在不敢恭维,整体设计像是法国FT17轻型坦克的翻版, 只有13吨重,装备了一门57毫米短管火炮,威力十分有限。 到了1936年时,89式中战车已经落伍了,日本陆军开始着手研制新一代中型坦克,由三菱重工和陆军兵工厂负责开发。 三菱重工和陆军兵工厂都拿出了自己的坦克设计方案,但三菱重工的方案明显更胜一筹。 三菱重工的方案坦克重达15吨,比陆军兵工厂的方案多了5吨,但它们的速度却不相上下,都能在公路上跑到每小时38公里。 这是因为三菱重工的方案用了一台12钢风冷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威力惊人,能输出125千瓦的马力。 在这样的动力支持下,三菱重工的方案轻松地跑出了高速。 在防护方面,三菱重工的方案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它采用了一种表面渗坦装甲,这种装甲比普通的钢制装甲更坚固,既有强度又有韧性。 而且,三菱重工的方案的车体和炮塔正面都有25毫米厚的装甲,侧后面也有20毫米厚的装甲。 你可能不信,但这时候德国的三号中型坦克从A型到C型,装甲厚度都只有15毫米而已。 虽然三菱重工的方案的装甲结构不如三号中型坦克精巧,但这是卯接装甲无法避免的缺陷。 火力方面是97式中战车的致命弱点,因为当时三菱重工用的是97式武力七战车炮,这门炮只有57毫米的口径,18.4的背径,虽然比89式中战车的90式武力七战车炮强了一点,但也不够看。 它发射的92式穿甲弹,出速只有每秒349米,最多只能在350米的距离上打穿25毫米的装甲板。 这样的火炮根本无法对付敌人的坦克,但日本陆军并不在意,他们觉得97式中战车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步兵作战,用90式榴弹轰炸敌人的阵地和攻势就够了。 最后,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测试和比较后,三菱重工的方案赢得了日本陆军的青睐,被正式命名为97式中战车,并在193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服役。 日本陆军对于97式中战车非常满意,觉得它是一款优秀的坦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时候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更先进的坦克。 德国在1938年推出了三号地形坦克,它的装甲厚达30毫米,法国也有B重型坦克和索马S35重型坦克,他们都是强大的对手。 英国也在研制马蒂尔达二型步兵坦克,苏联也在制造T-34重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 这些坦克在性能上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坦克,而且它们的坦克炮也比日本的坦克炮强大得多,长期只在亚洲打仗的日本已经在坦克性能上落后了。 在1939年的诺曼罕战役中,97式中战车被苏联坦克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当时苏联的主力坦克是T-26轻型坦克和BT快速坦克, 它们的装甲比97式中战车薄,但它们的45毫米坦克炮却比97式中战车强多了,能在500米的距离上轻松打穿日本的坦克。 这里要说一下,日本的92式穿甲弹其实是一种穿爆弹,它的性能比普通的穿甲弹差很多,是一种口大心小的弹药,只有靠近到500米内才能打穿苏联坦克。 显然,日本的97式中战车已经落伍了,它们急需对它进行升级改进,不仅要加强装甲防护,更要提升火力。 于是,97式改就诞生了,但97式改的改进很微弱。 本来,日本陆军想给它装上一门47毫米反坦克炮,但97式中战车装不下这门炮,就算换个炮塔也不行,最后只能用一门缩短了背径的仪式战车炮凑合着用。 这门仪式战车炮的性能跟德国的KWK39型50毫米L60坦克炮差不多,但它的装甲跟德国的三号巨型坦克没法比,防御能力几乎没什么变化,整体性能远远不如三号巨型坦克。 而且,97式改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这时候苏联已经开始生产替三次重型坦克,97式改还没打过仗就已经过时了。 可以说,97式改的改进几乎是无济于事,性能的提升并不明显,而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里,它也将面对更为强悍的敌人。 1941年末,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正式向东南亚发起了侵略,97式中战车和97式改都参与了这场战争。 而在这之前,日本已经从北非战场和苏联战场得到了一些情报,也知道了自己的97式改在性能上太差了,所以曾经计划开发一式中战车来取代它。 但因为南进计划进行得太顺利了,以至于日军在东南亚和菲律宾都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敌人,所以一式中战车的研发就慢慢拖延了下来。 这一拖就是大错特错,到了1943年时,日本陆军已经失去了优势,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已经被美军打得灰头土脸,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失败更是标志着美军的反攻已经开始。 这时候的日军已经在战场上见识过了美国的M3中型坦克,也听说过M4中型坦克的厉害, 这让他们对自己的97式中战车和97式改已经完全绝望了。 之前一直拖拖拉拉的一式中战车的研发被迫加速,并在1943年6月完成了样车。 一式中战车在97式改中战车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和升级。 它的车体结构由原来的某接装甲变成了焊接装甲,这样不仅增强了车体的强度和韧性,还提升了装甲板的厚度。 它的正面装甲厚度达到了50毫米,是97式改中战车的两倍,能够有效地抵挡盟军坦克的炮弹。 它的发动机也换成了更强劲的柏式12缸风冷柴油发动机,功率提高了51千瓦,使得它的公路时速达到了每小时44公里,比97式改中战车快了10公里。 它的主炮仍然是仪式47毫米战车炮,但是炮塔加大了尺寸,增加了一名装填手,提高了射击速度和准确性。 仪式中战车是日本陆军向坦克对抗作战方向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在复杂地形上作战,它能够对盟军的中型坦克造成较大威胁。 然而,由于运输困难和战争局势的恶化,它并没有派上用场,只能留在日本本土等待盟军的登陆。 仪式中战车的运输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海军的衰败,导致日本无法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二是仪式中战车的重量超过了大多数运输船的吊装能力。 据悉,日本只有8000吨以上的运输船才有吊运13吨以上物资的起重机, 而仪式中战车的重量达到了17.2吨。 此外,日本陆军使用的大发动艇和99式三周重门也无法承载仪式中战车。 因此,在二战末期将仪式中战车运输到海外战线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 一是中战车出现的战争时机也不乐观。 它在1944年才开始量产,当时日本已经处于首饰, 美国陆军已经开始了太平洋岛屿上的反攻行动。 由于无法运输到海外,后期日本战车几乎都留在日本本土等待本土决战。 分配到一是中战车的部队主要将其编入中战车中队担任装甲部队的中间打击火力, 但因盟军登陆日本的作战取消,所有的一是中战车均未遭遇实战。 只有在苏联攻击占领日本北方岛屿时,有少数一是中战车参与了反击,但是结果惨败。 可以说,日本人对于九七式中战车的升级和改建几乎贯穿了整个二战时期。 当然,九七式中战车的改进到了一是中战车这里也就几乎是到了极限。 九七式中战车作为一款战前开发的坦克,其升级空间必然是十分有限。 一式中战车这种升级放在欧洲应该诞生于1941年末,并且转瞬就会被新锐坦克淘汰。 当然,日本人对于九七式中战车的升级和改进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起码让三式中战车和四式中战车的设计得以完成,而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说历史频道,我们下期见。